他不喜欢用机器人探路 总是套上防暴服就走向了炸弹 步伐轻松血液 像是散步一样走进了炸弹 蹲下身来趴在地上 顺着红色导线 扫开碎石和垃圾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当量不小的炸弹 詹姆斯小心翼翼的 从炸弹尾部拔出雷管 剪断导线 正松一口气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地上还有一根导线 顺着摸过去 导线连着更多的导线 这是开花弹 致命的灵魂引爆装置 不过詹姆斯很冷静 趴下来一个接一个的拆除 有人慌张的从他面前跑过 詹姆斯炫耀般的亮起了手上的雷管 他孤身犯险的做法 却没有得到队友小黑的认同 因为这样的形式风格 很容易让队友跟着倒霉 又是一次拆弹任务 地点在联合国办事宿附近 詹姆斯走向装着炸弹的蓝色汽车 此时远处的一名狙击手突然开枪 汽车瞬间燃起熊熊火焰 但詹姆斯没有慌张躲避 而是拎起一个灭火器开始灭火 因为他知道队友会帮他解决一切 不过即便镇顶如他 打开后卫箱时还是被惊呆了 整整一车厢的炸弹 詹姆斯默默开始脱下防暴服 这份量足够炸死整个部队 穿不穿都无所谓 还不如死的方便点 詹姆斯开始一寸寸的寻找起爆装置 后座 车门 方向盘 眼看时间已经耽误太久 小黑在频道里通知他撤退 然而詹姆斯不予理会 甚至把耳机给扔了 接着又有同事朝他喊话 民众已经疏散完毕 立刻撤退 詹姆斯的答复是一个中指 他已经沉迷上了这个拆弹游戏 不打通关 使不罢休 最后他终于在汽车的收音机里 找到了引爆装置 回到汉马里的詹姆斯爽快欢呼 可赶来的小黑罩着他的脸就是一拳 挨了一拳的詹姆斯 毫不在意的点上一根烟 什么都没说 长官问 拆除873枚炸弹依然活着 到底有什么诀窍 詹姆斯回答 很简单 拆完不死就行了 确实简单 因为做不到的人都死了 詹姆斯鲁蒙的行事风格 让小黑越发不满 某次詹姆斯去取回手套时 小黑甚至想按下手中的引爆器 炸死他一了百了 反正炸弹误爆的事不在少数 但他终究做不出那种杀死队友的事 他们的关系 在一次任务中才终于有所改变 任务中拆弹小队需要越过沙漠 却突然被偷袭 一名友军雇佣兵率先倒地 紧接着 机枪手和狙击手也接连阵亡 看来远处的土楼里 有一名狙击手 很准 小黑立刻抓住那架巴雷特 詹姆斯默默拿起望远镜 充当他的观察员 让人默契配合 先击毙了一名武装分子 又打死了窗口的瞭望手 剩下的狙击手 待在屋子里久久不敢露头 酷热的沙漠中 两人在太阳的暴晒下 死死盯着土楼 再缺水也不敢放松 队伍里只剩下最后一瓶果汁了 詹姆斯把他插上了管子 递到了小黑的嘴边 他们一直守到了傍晚 确认敌人离开后才撤退 晚上回到基地 三人开始喝酒狂欢 切心自己活了下来 詹姆斯和小黑一拳拳打在彼此的身上 他们需要发泄战场上的压抑 否则就会发疯 这也是两个队友第一次体会到 詹姆斯不是冷漠的战争机器 而是活生生的人 这一天之后 小黑跟詹姆斯才算真正的战友 狂欢过后是新任务 这次任务很安全 只是回收炸弹 因此部队的心理医生也跟了过来 在武装分子的基地中 詹姆斯发现了一具小男孩的尸体 肚子里被缝满了炸弹 这个小男孩叫贝克汉姆 跟大球星同名 经常在基地里卖蝶片 詹姆斯还跟他一起踢过球 这栋堆兑满炸弹的楼 包括小男孩在内都需要被引爆 但詹姆斯却下不去手 此时心理医生正在外面疏散平民 几个人推着车走了 却留下一个蛇皮蛋 此时詹姆斯正抱着尸体走出大楼 正准备招呼医生回去的时候 平日里 经常给他们做心理辅导的医生 就这样粉身碎骨 西边艾德抱着詹姆斯大哭 詹姆斯又何尝不悲痛 只是多年的战争 已经让他忘记了怎么流泪 来不及悲伤 任务又来了 这是一起油罐车爆炸事件 爆炸范围非常大 到处都是肢体碎坏 和残骄的残疾平民 詹姆斯通过爆炸现场断定 袭击者遥控炸弹 引爆了油罐车 并且正躲在暗处 欣赏自己的杰作 气头上的詹姆斯立刻下令 要两个队员跟他一起 揪出袭击者 敌民我暗 这样明显不理智 但詹姆斯才是队长 两人不得不听从 他们钻进一处居民区 袭击者想必就潜藏在其中 三人分头行动搜索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响 詹姆斯连忙跟小黑会合 发现艾德正在被敌人拖走 两人开枪打倒两个恐怖分子 救下艾德 但他大腿已经中枪 第二天 艾德被送上直升机 临走先大骂詹姆斯 如果不是詹姆斯故意去找麻烦 压根不会这样 送走艾德过后 詹姆斯回到基里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 那个熟悉的小男孩 又在兜售蝶片 原来被做成人体炸弹的 压根不是他 詹姆斯之前的冲动 轻刻之间失去了意义 不仅差点害死队友 医生的死 他也有几分责任 詹姆斯走进淋浴间 打开了水龙头 让水冲在自己的脸上 一掩盖自责的泪水 原来他还是会流泪的 很快来到他们最后一个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就能退役了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站在马路中间 身上被绑满的炸弹 他说自己是被迫的 他不想死 请求美军帮他拆除炸弹 小黑认为 这个人是在骗他们靠近 等詹姆斯靠近 炸弹就会瞬间爆炸 但詹姆斯还是穿上防暴服 寻死般的走了过去 靠近后詹姆斯发现 男人身上的是定时炸弹 还有两分钟就会爆炸 而炸弹此刻 被铁圈锁在男人的身上 詹姆斯拿来钳子 一边把铁锁剪断 一边听着男人反复强调着 自己还有四个孩子 时间还剩30秒的时候 锁还剩一半 詹姆斯不得不放弃拆弹 在向男人道歉后 他转身跑开 詹姆斯被冲击波和碎石击倒 万幸还活着 回去的路上 小黑说自己想回家结婚 但不知道自己是否 还能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几天后 詹姆斯回到原本平静的生活 购物 做饭 带孩子 但他却感觉活得很累 因为不知道如何跟妻子相处 妻子对战场上的事情 丝毫不感兴趣 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话题 电影最后 詹姆斯又主动回到了战场 成为一个拆弹专家 继续书写他的传奇 拆弹部队这部电影 看似是在讲一个士兵 对战争的热爱 实际上却是一部 伟大的反战电影 虽然态度并不明显 就位男主回到战场 更是会产生误导 但这正是电影 值得仔细思考的地方 原本有圆满家庭的男人 最后却不得不靠回战场 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 这还不能说明 战争带来的伤害吗 我们知道 按照詹姆斯的风格 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战场 战争永远没有庸家 他像是一片沼泽 人们陷入其中 便无法脱身 詹姆斯只是受害者的缩影 一个国家一旦陷入其中 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感谢观看